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來這個題目呢 來他告訴你這邊是-Q D題 那在這邊是這個正Q 那他要問的是考慮這個N點 考慮這個N點 來請問這個N點他的電位為多少 好這個距離假設 他說R這邊是大R 那他要問電位 電位叫做以庫人的位能 那以庫人的位能呢 我們就說V就是K 來正Q 再除以R 這個跟正Q的距離叫做R 好 然後呢再加上-Q的電位 K -Q再除以距離 大R加上小R 對不對 那你把這個東西呢通分一下 通分一下 這個分母就變成 大R 加小R乘上大R 那這個分子大家都可以提出K乘上Q 那他乘他的分母 他乘他的分母 對不對 那相減之後就變成只有一個小R 好這個就是 第一題答案 好 第一題答案 就是他了 在第二題 第二題他要問的是 如果呢 我考慮一個這個電偶極矩 叫做QR 那他 這邊呢 加上一個外加電廠 1 那 他的夾角叫 C 正名他的這個什麼 力矩量值是多少 來 這個P 的方向 就是R的方向 那他說R 是從負電 指向正電 對不對 負電指向正電 那電廠呢 他的這個方向 是1 跟R加C 因為他說跟P加C 就跟R加C 好 那再來就是 正電荷受電力跟電廠同向 叫做QE 負電荷受電力跟電廠反向 叫做QE 對不對 那他要算 這個力矩 力矩要先規定支點 但這個題目他剛剛好 他叫做力偶 力偶他的這個 支點 他的力矩跟支點的選擇無關 所以呢你可以選這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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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答案都會對 那我就以 -Q當作支點 好 所以我們就說以 -Q 為支點 來 則 這個力矩就可以寫做什麼 這個力矩我們符號寫做 套 來 其中通過支點 這個不用算力矩 但這個要算力矩 那就是力幣乘上力 那力幣我們要取垂直有效 是這麼多 那這麼多是R分到θ對面 R sinθ R sinθ 所以這個力幣 就是R sinθ 再乘上力量 這個力量叫QE 對不對 好結果呢 提摩說 他的這個 P P P 這個P的大小是多少 他有告訴你 這個定偶極矩 就是Q乘上R 我們用存量就好了 所以這個Q乘上R 又乘左P 所以 力矩套 就可以寫做 R乘Q叫做P 然後乘上E 再乘上sinθ 來 這樣就證明結束了 好 在第三題 第三題呢 他要問的是 這個微波爐可以用來加熱食物 那請問他可以迅速加熱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好這個我們就說因為 微波爐 因為微波 來 這個微波 他是一個電磁波 這個電磁波 微波有一個變動的電場 他有一個會震動的電場 微波爐 他震動的電場 來這個震動的電場 1 1 來 使 水分子 的電磅極 震動 他只要說明就好了 所以 這個不用計算 那這個震動大致上是這樣 有時候電場向右 有時候電場向左 所以他這個電口極就這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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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震動好 使水分子震動 那這個震動我們說 增加 增加水分子的動能 增加水分子的動能 那 這個動能 又會跟誰有關 來 這個動能 又是內能 這個內能 會跟溫度成正比 是2分3KT嗎 這個東西 不是只有2分3KT 那個是單原子而已 那 總而言之 都會跟溫度成正比 水如果增加動能 就會增加溫度 增加動能 就會增加溫度 水 溫度上升 溫度T上升 好這個東西就是 本題的答案了 без 20分鐘 解釋 這個答案